中秋月圆人团圆 苹果新闻网百货组月饼评比揭晓 近年连锁百货包括金站 搜狗 回风 远东百货 环球购物中心 统一时代台北电 远雄工厂共推出77个品项 扣除备货不及 到货品项 实际是吃72款 占总数的9成4 评比分酥皮 广式 冰饼 其他组合5类 评分标准一 价格30分 外观30分 口味40分 邀请美食专家徐天龄 徐燕冰 陶礼军盲品给分 广式月饼方面 今年报名单品少 品质不如以往 部分饼皮黯淡无光 由远东搜狗中校馆力推的 普一月饼 五人月饼 麻油香 古人酥 今年好味让人忍不住想多吃一口 以83的高分拿下百货组最高分 皮的部分呢 呈现也很好 内馅的部分呢 整个感觉 整体都蛮顺口好吃的 参赛之处最多的酥皮类 今年皮与馅料匀秤 味道也丰富 微风超市主打的 郭元义月鸡精礼盒 豆沙香 蛋黄严选 美味四溢 深得评审的心 获得82.33分 第一名好成绩 口感非常的好 所以吃起来你会觉得真是一个美好的月饼 就铺在你的舌尖上 抛喜选项的冰品 参与品项造型与流行接轨 虽然价格偏高 却各具特色 远东搜狗复兴馆 Global Mall 新北中和共同贩售的 哈根达明月相逢礼盒 口味多元 其中花生香柔令人回味无穷 其实它是甜的底上面加了盐味 然后盐味再配上这个花生颗粒 让这个冰淇淋吃起来 再配合温度的升降 这个甜咸的味道会有明显的升降的起伏 所以让这一支冰得到大家的赞叹 组合类虽无亮点 不过价格较去年佛心许多 环球购物中心 板桥车站 桃园A8 共同贩售的阿末典藏蛋糕秋月礼盒 酥皮层次美 口感咸香入味 排名第一 品相里头有凤凰酥 有凤梨酥 有蛋黄酥 也有红豆Q饼 换言之就是如果你想要吃哪一类的月饼 这里都会有 那这个组合非常多元 所以可以各取所需 其他类方面 品比单品多以麻吉桃山皮为主 未见创意 因此第一名从缺 拿下第二名的是 环球购物中心 板桥车站推出的 雅妮克紫玉千层酥礼盒 千层皮酥献香 芋头口感佳 同样排名第二的阿末典藏蛋糕 红豆Q饼礼盒 整体组合口感好 美味可口 紫玉千层酥礼盒 然后那它的口感呢 也就是芋头的部分非常的细滑 然后红豆Q饼的部分 它整体的口感非常的好 而且就是每一个材料都配合得相当好 看完这么多月饼 有看到心动的不如马上行动 四刊动新闻台北报导